僵尸界的爱因斯坦 二爷利用机枪射手的基因 创造出了燃爆机枪射手 并对外声称 燃爆机枪比机枪射手还要强大 这自然让机枪射手感到十分不爽 于是 他向二爷立下了战书 发誓要夺回最强豌豆射手的称号 他们将要同时面对僵尸们的进攻 每一次先于对方击败僵尸 就可以获得一分 先获得三分的一方 将会获得最强豌豆射手的称号 他们将要面对的是 皮糙肉厚的垃圾桶僵尸 五个小鬼僵尸 大棚车僵尸 胖蹲僵尸 巨人僵尸 家人们 你们觉得谁能获得最强豌豆射手的称号吗 第一回合 面对垃圾桶僵尸 机枪射手和燃爆机枪都在时刻不停地输出 虽然燃爆机枪偶尔会有卡核的情况出现 但是依旧先一副战胜了机枪射手 第二回合 面对成群的小鬼僵尸 燃爆机枪逼射速的烈士就出现 这一回合 机枪射手获胜 第三回合 面对大棚车僵尸 两种射手不同的伤害类型的区别就体现出来 燃爆机枪很快就打败了大棚车僵尸 第四回合 与大棚车僵尸相反 旱顿僵尸拥有25%的爆炸伤害减少 已分再次追赶 第五回合 面对实力强大的巨人僵尸 机枪射手和燃爆机枪能挑战成功吗 究竟谁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呢 在最后时刻 机枪射手打败了巨人僵尸 而燃爆机枪不仅没名成功 还连累到了一旁的二眼 我太难了 我太难了 来碗 5分钟 感谢观看